好的 觀眾朋友 又是一個驚心動魄的夜晚 其實在這個晚上 你們很多次都被廣東隊 推向了險境 甚至是絕境 但是最終大家都挺了過來 你們是怎麼做到的 我覺得堅持吧 堅持 這個籃球這場球 就像銀聲一樣吧 就是有很多挫折吧 然後要堅持吧 打得不好的時候沒放棄吧我們 然後可能這就是 這一場比賽是一個 整個籃球比賽的魅力 和籃球比賽縮影 也是沿著生活的縮影嘛 就是遇到困難要堅持 然後結果的話 可能就會有好的結果 我覺得非常好 堅持其實是你們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動力的源泉 其實我們知道上一場比賽 整個遼寅隊的這個 被廣東隊抑制了有點厲害 所以在這場比賽裡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你們不論是調整了先發 還是在進攻方式 輪轉方式 防守方式上 都做了很多變化 那在你看來 這些變化裡面 最積極的改變是什麼呢 我們就 其實對我們兩隊來說 挺不容易吧 因為雖然我們加入了很多人吧 然後但是 很多都是第一回打總決賽吧 大家第一場來說 肯定這個心態啊 還沒調整過來吧 然後也有很多困難 包括我自己也很困難 這一個賽季不可能 很平穩地過來 有可能受狀態的影響 然後能走到今天 我覺得大家確實很努力吧 然後但是比賽還沒完嘛 似乎每一次 到了比較困難的時候 到了兩隊甚至 深出絕境的時候 你們這支隊伍 包括你自己 似乎都能夠激發出一些 更多的能量 這個能量是來自於哪裡呢 其實來說沒有說那麼神吧 要激發出能量 我覺得這就是我的工作吧 然後打籃球比賽就是我的工作 所以說我只是想全力去做好我的工作 就像你想全力去做好你的記者工作 採訪我一樣 所以說我覺得這就是我們的 做好的本質工作吧 有可能有的時候做得好 有可能做不好 但是我們一定要 大家都會去努力去做你的工作 這樣才會說活得有點價值吧 沒錯沒錯 我們要努力做好我們自己的工作 那我們現在要努力去完成好 即將到來的決戰日的比賽了 那一場定勝負的決戰日的比賽 展望一下 不展望吧 因為還是這場球我也沒展望 然後 然後跟去年一樣吧 就是去年這個時候 我記得你也站在這地方採訪我 也是打完第二場以後 然後你也可能說著同樣的話 什麼是什麼能量 爆發出什麼能量 感覺事成相識吧 所以說最後一場 希望去年的結果是 後來不是一個很好的結果 很遺憾吧 對 希望同樣的場景 然後今年你採訪我第三場 是一個好的結果 我也希望 我也希望 好的 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此時此刻在看台上 球迷們一直在喊著你的名字 一直在喊著MVP 感受到這麼多良心球迷 對你的這樣一種喜愛 此時此刻 你是不是有更多的一種 內心的一種動力 不 我就 我就開心 就 我覺得很 遇到這場有遇到很多困難嘛 自己還是不夠堅強嘛 遇到一些事的時候 還是會不開心 這是 可能大家都說我不太成熟吧 但是我覺得 不開心就要說出來嘛 因為你不開心 你要是憋在心裡 你會很難受吧 所以說我這邊就是 基本上都是有啥說啥 所以說我覺得 我很感謝球迷吧 然後 現在來說 有他們的支持 我什麼都不在乎了已經 就是我 只想就是享受籃球 享受我的事業 所有的硬核事 我都不在乎了 感謝怪樂 你很堅強 你很棒 加油